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李宪新剧热播,不亚于亲爱的,热爱的,赶紧追。 杨子和李宪无疑是当下颇受关注的两大影视新星,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荧幕化学反应, 先后在一系列优秀作品中收获了广泛赞誉。 近日,他们再次携手出演全新古装传奇剧《国色芳华》, 塑造了一对商骨和天子进城的跨越时空的大唐传奇。 这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和情感洗礼。 亲爱的,热爱的作为杨子和李宪前作的代表, 改编自莫宝妃宝小说《密之盾》由于, 讲述了软蒙学霸童年杨子是对热血电竞男神韩商言李宪是一见钟情并倒追的动人爱情故事。 这部青春励志剧不仅展现了两人之间的甜蜜互动, 更通过电竞战队和编程大赛的激烈竞争, 生动地呈现了当代年轻人追梦的决心与任性。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剧将爱情与事业两大主线巧妙融合, 给观众呈现了一个饱满立体的青春画卷。 相比之下,在《国色芳华》中, 杨子和李宪所饰演的角色则截然不同。 杨子出演的《商骨之女》和《维芳》, 凭借自己培育西式牡丹的高超技艺, 《勇闯伤海》,最终于隐藏在蒋府后院的天子《靳尘花鸟石》蒋长阳, 李宪市合伙创业, 共同打造花享荣品牌。 两人在经历重重磨难后, 终于携手渡过难关, 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抱负。 值得一提的是《国色芳华》, 改编自《一千众同名小说》, 将商业、政治、爱情等多重元素巧妙融合, 给观众呈现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大唐商古传奇。 作为一部古装剧, 它并未止步于宫廷权谋和爱情纠葛, 而是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 关注了当时社会的民生问题, 描绘了何维芳从事救济事业, 回馈社会的故事线。 这不仅丰富了剧情的深度, 也突出了何维芳这一女性角色的独特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在塑造人物性格方面也颇有建树。 何维芳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韧性, 不断突破重重阻碍, 最终实现了事业上的成功。 而隐藏在蒋府后院的花鸟石蒋长阳, 表面上高冷沉稳, 实则内心柔软, 在何维芳的影响下逐步展现出自己的温柔一面。 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在经历种种挫折后, 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无疑为观众带来了一段动人心弦的跨时空爱情故事。 当然, 除了主演二人, 该剧的配角阵容同样亮点频频。 其中扮演秦五娘、 朱福、 吕庚春等人的演员, 通过各自的专长与独特经历, 共同组成了何维芳的繁花女儿国。 她们在何维芳的带领下, 共同克服困难, 打造出备受市场青睐的花响容品牌, 不仅丰富了剧情的发展脉络, 也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真挚友谊。 此外, 该剧在营造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剧组不仅精心重现了大唐帝都长安的宏伟建筑和繁华景象, 还通过服饰道具、音乐舞蹈等元素, 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韵味。 观众不仅能通过剧情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历程, 还能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总的来说, 《国色芳华》不仅是杨子和李现在次写手的作品, 更是一部级商业、政治、爱情于一体的跨时空大唐传奇。 它不仅在人物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独具匠心, 在营造历史文化氛围方面也极具亮点。 可以预见, 这部剧必将成为观众的又一部佳作, 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